作詞曲 李宗盛 說起保羅 很多人看保羅行轉時 有個說法 雖然有人用同性戀的角度 其實保羅本身有同性戀傾向 因為他經常提到自己心裏的一條刺 是如何困難 這是很多人來演繹 因為無緣無故的困難 好像你之前提及的東西沒有涉及到 有人這樣演繹 有人說那個困難不是代表罪惡上的困難 但那意識我不認同 因為他說那個困難就是保羅有近事 我心想隨便吧 你喜歡這樣形容就形容 但我覺得他的困難應該有些東西 但當然他沒有寫出來 但在保羅行轉裏 他提到一個案件 但是當時有一個女士被人去 因為這樣說 那個女士未接觸過聖經 當時保羅去了羅馬 後來聽了很多廣道 便喜歡了保羅 內容中好像暗示到 這個女士已成為了保羅的門徒 更加說到他們之間有親密關係 後來這個關係出現了一個問題 問題是甚麼呢 因為親密關係又有另一個矛盾 當時保羅叫婦女手貞操 即是矛盾 於是很多羅馬的婦女覺得 應該手貞操 所以很多女人開始不肯和老公 計算了老公 對 即是不肯 就覺得手貞操 這麼難 於是當時羅馬人覺得不對 這樣說下去不行 其中捉了一個女宋徒 而且貴族是要教白血 捉了這個女人 打算燒死她 但燒不死之餘 還要下大雨 他們覺得上帝顯靈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原本的點是 如果上帝救她的話 這個女人應該叫保羅來 替她受洗 正式在眾人面前 你要認同她是你的門徒 或者是耶穌的門徒 但你記住 所有的聖經都是父權的 不是女權的 故事裡 最後最好笑的是 原本叫保羅來的時候 保羅來閃了 逃了 他覺得他不想在眾人面前 替女人受洗 那女人就說 那我現在怎樣 羅馬的官說 那你自己和自己受洗 那你自己和自己受洗 那些人就說 後來為什麼這章節 不可以成為了 軍事坦丁大帝 在聖經裡抽這張 第一 你表達了婦女權益 第二 聖經裡經常要女人做下把 你還要她和自己受洗 因為在新約裡有很多章節 女人是不可以和人受洗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聖公會 很多事情分裂 就是因為他們開始委任女主教 那 如果你說被人看到這些章節的時候 那你怎樣認同他呢 還有引起一個討論 你站在哪裏 對 站在哪裏呢 剛才說到就是 去到彼得 彼得 彼得在他的迷失章節中更厲害 包括彼得行轉 還有一本叫彼得啟舌錄 彼得啟舌錄 因為那個是我們整個節目和整個集結尾的最核心點 OK Peter 很搞笑 因為Peter 如果你看原本版本 他是一個很魯莽 很大典大肺的門徒 仕途 他在使徒行轉裏面 都曾經去教訓過一個人 叫Simon 因為Simon 經常用邪術妖術 去妖言惑中 後來這個Simon 就在Peter面前悔改 亦受朕成為了教徒 故事就完結了 在聖經裏面這個版本 就沒有人再提過Simon 但比特行轉裏面有提 就說什麼呢 原來這個Simon受了洗之後 魔性未改 就覺得我又懂法術 我又送你一教徒 好 讓我去羅馬 他去羅馬就妖言惑中 就說什麼呢 就說耶穌給了最終的 建立教會的權利Simon 這個挺奇怪的 其實因為故事正同邪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很多人就開始信Simon 是耶穌的信徒 他為什麼會被人信呢 因為他玩了很多魔術和法術 有染眼法 對 染眼法 而且他告訴別人 我可以令到人死 又可以令到人生 誰知道 所以彼得就有一次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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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去羅馬做傳道 看到他 你這個翻骨子 你就是Simon 對 之後就每一天 在羅馬市中心 就在對台 Simon就是排練 彼得你又說 就說Simon 這是假的 這不是信耶穌的 他沒有跟過耶穌的 Simon 又說不是的 我是有法術的 有一次大家辯論了很久之後 Simon 和彼得受群眾的呼籲 去了一個舞台 大家就說 不如這樣吧 你說你是得到上帝的安排 你說你是得到耶穌的眷顧 不如大家施行不同的法力 看誰有我就相信誰 Simon 說好 彼得說好 Simon 突然跟示威聊天 說我要你死 那示威在眾人面前 跌了在那裡死了 那些人就說 嘩好厲害 Simon 你厲害 Peter 走過去 吹一下 醒了 那些人說 嘩好厲害 厲害 大家說 點分高下 一個人都好像有些事 沒有到 這樣 之後這個局面 就是最荒謬的 我覺得 在那麼多本外傳裡面 當時那些市民就說 你們要做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 一定保證你們是真的 那比特突然說了一句 他說 好 我表演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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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各位觀眾 我會在羅馬空中 表演飛天步行 在紀錄裏面 就說 比特在羅馬天空 就開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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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看著Simon 你飛 Simon說 飛不到 那些民眾 還用石頭 扔死了 Simon 只不過他不會飛 不用死 但他死了 Peter就說 是 我是耶穌委任 我心想 聖經裡面 什麼時候耶穌叫你飛 耶穌自己有沒有飛 他就走水 但沒有飛 沒有飛 但Peter厲害 Peter飛 但飛完 Peter就心裡有些偽瞞 覺得我要搞到飛 你才會相信我 我不玩了 我離開羅馬 離開羅馬途中 遇到耶穌 去羅馬 這個真的可以當是小說看的 那他怎麼看見耶穌去羅馬呢 比特不是很差我呢 耶穌 你怎麼會 你不是升上天 回到天 又遇到你 又遇到你 耶穌就跟他說 是啊 你離開羅馬 那我就要我去羅馬 釘十架 比特說 師父 不要 你回來了 我回羅馬 回到羅馬 繼續傳道工作 挺好笑的 傳道最最後 他不是被羅馬政府 最最後都釘十字架死的 Peter 他在傳說中 為何Peter要調轉 十字架來釘 就是因為他覺得 襯不起耶穌 他覺得耶穌是正面去釘 所以我就要反面去釘 但這個传誌是錯的 因爲所有的传誌 都是跟著那本書去講的 正常的 在文獻裏面講 就是 比特為何要調轉 是因為他覺得 他死的時候 他要學阿當 所有的塵歸塵歸塵 頭要融回到地上 所以才要調轉來釘 很可愛 跟耶穌的 合不合得起 是無關的 等於說 我覺得這樣釘 會比較有型 即是跟耶穌無關 是的 但最好笑的是 如果你看看 被剔除的一本 叫做《彼得啟示錄》 他就說 後來耶穌 你知道他遇過耶穌 耶穌後來給了一些啟示 他 說起末世的時期 好了 我們埋尾了 末世 末世的時期 動態是怎樣的 當時又展示了地獄圖給他看 他地獄圖是怎樣的 是現場的 即是很現場的 像上次的花地馬 那個小孩一樣 還跟花地馬有些不同 很細節 好像佛教一樣 就是每一層地獄怎樣勾你的筋 枯下別墅 對 怎樣貼你的舌頭 怎樣剪你的手 怎樣拆你的眼 怎樣被滾油炸 對 全部在畫面上 Peter就看完 OK 看完之後 我釘十隻架 不是 我釘了 我釘了 但這個更搞笑 原來在《彼得啟示錄》裡說 彼得說 這麼慘 他們死定了 我們很多罪人死定了 即是說很多這些事情 耶穌就 我想在這個非天旅景 耶穌就 走過去跟彼得說 我說個秘密給你聽 不過你不要告訴別人 即是在《彼得啟示錄》裡 這樣寫 彼得說 甚麼事 其實他們只是一回合 他們燒完整完之後 他們會回到來 重新做人 即是甚麼 即是輪迴 然後耶穌說 但我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如果這樣說 每個人都會犯罪 每個人都會不怕自己做錯 所以我只是正正跟你說 他們自己會 你還寫下它 不是 真的嗎 我們想說 Peter真的是Peter 不要這麼大聲 有人混了 但Peter是這樣的性格 他只是那些 他們會看到耶穌走 他不是自己跳下水 他會突然瞎得見甚麼 是衝出去 我想想 Peter現在正正做了一件事 耶穌叫你 不要說出來 其實地獄是假的 地獄是一個過程 過完地獄 就上來做第二個版本 這個很大的事 第一就是 如果這個 彼得啟示的說的是真 耶穌真的會對他這樣說 即是說 輪迴才是真的 原來輪迴是真的 不是永生 原來地獄是過一過爛河 因為佛教也有 什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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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地獄裏面 對 完結後 祂就再做人 或者派你看是否下世做豬 對 或者做動物 但祂說 祂沒有永死 耶穌說 但我告訴你 別跟別人說 好了 現在我跟大家說 叫你不要告訴別人 或者我可能是彼得的託勢 你改名叫Peter Peter Chan 很噁心 什麼 陳可生也是叫Peter Chan 啊 這樣就有型 OK 這個季節結束了 季節結束了 我們已經還債了 你而已 你不要經常拉我 我們希望 剛才Cena說 不如可不可以聖誕節搞時啤秀那些事 到時才算 下一年什麼時候搞季節 看看Rosa有空嗎 啊 我現在先放上帽子 放我上桌子 如果債未還的 我忘記了 你列列在Floom 和我忘記了 但功能只是列列 而且我剛才說那麼多Gabel 我當作解了Gabel的東西 OK 這樣也可以 每次都是Gabel出來的 OK 我們完結了 OK 好了 Halloween快樂 拜拜 明像很旺廣었다 好好》 韮東西